肖战的如愿这两天是刷爆各大平台 各大文旅也是赶紧安排上 一时间肖战的歌声是想变祖国各个角落 全国文旅野生代言人的称号那绝对是名不虚传的 尽管很有多版本注意在前 但是肖战就是唱出来独属于肖战的温暖力量 网友评论说和原版相比 黄飞把盛世中国唱给牺牲的先辈 是天堂安魂 是缅怀 是思念 肖战把盛世中国唱给当下的我们 是人间告慰 是坚定 是自信 是对先辈之敬 肖战声音温柔清澈 好似远处的青山 好似湛蓝的天空 是华夏民族如风的温柔 还有的网友评论说听肖战的演唱 有一种把秋衣扎进秋裤的踏实感 这个比喻也是让人笑翻了 还有的网友说听完如愿又去听了他的同路人 发现他的声音清澈 干净 温暖 如木春风 让人感觉一切都如此的美好 如他笑容一样温暖人心 突然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粉他了 我也路转粉啦 他唱的歌就是有一种国泰民安的踏实 也有的评论说听肖战的演唱 就有一种世事皆会如愿的感觉 没有什么卡尔氏过不去的 很多网友建议说听肖战唱歌不要看脸 更好听 更有感觉 因为看脸太过于分神了 看来肖战的治愈系顶流的称号真的是很贴切呀 不光是盛世颜值让人愉悦 歌声同样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肖战对这首歌的演绎并没有多少的技巧 更没有花里胡哨的改编 他保留了这首歌的原汁原味的腔调 但是这种干净演绎直抵人心很直观的好听 很多人都说这首歌适合闭着眼睛反复听 越听越有味道 甚至还有人说眼泪就是对这首歌最好的回馈 真的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那是盛世太平下的幸福的眼泪 王妃的原版真的是太好听了 但是肖战就是唱出了自己的特色 很多路人纷纷表示对肖战签粉了 肖战用最盛世的颜值书写了最华彩的中国 用最干净的声音唱出了最繁华的年代 门眼又会唱这样的肖战真的很至于啊